有这几个word My, Happy, Cat 刚刚这个是做什么 这个是做Numeric的运算 就做数字的运算 里面有做数字 那这个是做什么 做Symbolic运算 这个是做AI里面 大部分是做Symbolic 这个是把这几个文字 文字是符号 把这几个符号呢 把它内容怎么样 每一个都倒过来 然后再把它整个全部顺序倒过来 像这个My就把它最后一个 变成YM 然后Happy就倒过来 Cat这边变成TAC 就每一个元素倒过来 那这个后面应该有 我记得我看过后面 好像是有这个 有解答的 那这里的Map的方形 是怎么做什么 这个方形是 把Laboral Cross-List Move-In-M 就把元素是从 左到右 这个移动 那这个Map 这个方形是做这个动作 我想我们 如果看到前面Map 可能可以回来Trace一下 我们先不来看这个 那Map 后面的 这个就做这个加的动作了 这个List做平方 这个List 这个是List来写的这个Map的动作 我们看看要做什么 它第一个Map Square 就把它上面的1496做unit做Square 然后Reduce的时候呢 Reduce做相加 它Square以后 然后相加的话 是前面两项加起来 14加起来 然后 然后 加加在166 这个时候做一个加 加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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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个不是做刚才的那个动作 这个我想只能这样讲 十分钟到了没有 这个如果要花时间的话 我要把ListBot的每一个方形 这几个List的基本方形 我们要谈一遍 那我想我可能中间投影片拿掉太多了 所以让这个不太能够连贯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不是要看Functional for Griming的做法 不知道录影能不能剪掉这一段 我来看MapReduce 那这个 那真的MapReduce的model 就我们在Google里面做的时候 那他写神字的时候 他也可能用到Functional 也可能没有用到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可是大部分做的都是用C++跟Java来做 就是高界语言做 不是像我刚刚用Functional来做的 Functional来表示是最简洁 就是用Functional来写的话 你的程式没有几行就写好了 那真正运作的时候 它里面Functional要谈很多 如果要多谈的话 它里面其实不只是Functional的东西 它里面其实是一个Stack 因为变成Functional的话 就一个Functional在呼叫另外一个Functional 如果Recursive呼叫的话 就是Stack Processing 如果你去看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书 如果比较进阶一点的书 它会告诉你 它上面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下面是一个Functional的Machine 下面都是一个Stack Machine 它就完全用Stack的PushPub来处理 就你要实做那个东西 为什么会做我们做MIT 或我们最早以前那个程式语言 第一个学那个 因为它是一个顺便可以学资料结构 就是你了解了这个Functional的运作的时候 你下面的那个运作就是一个Stack的PushPub的动作 它一直Recursive过来 就你们在学原创老师资料结构的时候 那个Functional 它就一定会有Stack在那边 在那边一直Push 一直Push进去 就一直Push 参数一直Push进去 然后做完以后就 就那个 就一直Pub出来 答案就一直回来 那一直Pub出来 做完的Function 所以它整个那个Functional 上面上层是Programming的概念 下层呢 它是一个Stack Machine的观念 那所以 所以写程式的时候会简洁 它是可以 软体的时候也可以一个Programming的Model 硬体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这个Stack的这个Machine的观念在里面 所以其他还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们十分钟 那到了ManReduce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那 那我们现在看上去C++ Java的这种implementation 那 那基本上怎么做呢 它的整个ProgrammingModel是MapReduce的 那 那User来实作Map跟Reduce这两个Function 这两个函式 那怎么又跑出来函式 你放心 这不是Function的Programming了 这个就是Map跟Reduce这两个里面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有两个这个 就等于API的这个我们要来做的 那然后 我们要来写了 那然后 那里面可以做 里面下面的这个Pyro的Programming Framework 就是说你下面 这边这些事情 Library都帮你Paycare掉 那那那那这个 就你要注意到到Language的这个MapReduce的部分 那那这它好处 比如说我们前面已经有谈过了 就是这个 它FindGrain的MapReduce 我们定义这个MapReduce的Task 然后做LowPlancy Files Recovery 然后自动的Rescution on Value 坏掉了 你不用管 下面有Filesystem在做了 那然后它可以做一些Locality的Automization 就是位置的最佳化 那这个是由下面的那个Google File System 或Harduk Distributed File System来帮我们做 对这个是下生他帮我们做的 那整个MapReduce的这个架构 我们上层我们等于我们写一个程式 然后那Map跟Reduce到底是在什么的位置呢 我们马上就从这个图文就看到 一开始有Input Data 然后我们把它Split 那一开始的YouTube 会把它Split成几个 就一些Chunk 然后应该下层叫Chunk了 我们的Model里面不能叫Chunk 就把它Split分成几块 然后这个UserProgram里面 我们Fog出来有Master 还有一堆Worker 那Worker里面有前面这个就叫Mapper 后面叫Reducer MapReducer 那Master把我的 我Assign 这个我做Map的这个动作 把Data跟Worker给Map起来 所以这个Worker就Read Read的这个你Split出来看 Split几份 Input Data就Split好多份 由来做Map的动作 那做完以后 可能有一些LocalRide 我们后面还会看好几个图 我们现在第一个View是这样看的 那你LocalRide的时候就会做这个 Rid进来做一个Mapping的动作 那中间可能还要做一个Partition的动作 我们没有在这个图里面没有看到了 然后再分配到后面的这一些Worker里面 他就做Reducer的动作 那说Map跟Reducer到底在做什么呢 看应用 等一下我们看到真的应用的时候 到第二段Example的时候就会清楚 现在我们还是来解释 那MapReducer再更进一步 他那个Model里面的细部会有哪些动作 就哪些元件 那ReducerReducerWorker Assign到这个不同的比较少的Worker的地方 他做Reducer的动作的时候 那这个原来像Data有三份的 那后面Data出来变两份 那为什么会是三份 为什么是两份 为什么不是五份 为什么都有可能 看应用 那知道Model是这个样子 那你要看你的应用 能不能塞到这个Model里面去 能够塞到这个Model里面去 就是表示这个Model很适合你做那个应用 如果应用怎么样想不到 塞到这个Model里面去的话 那你就不适合用MapReducer来做 所以他有些应用是非常合适的 等一下我们后面看的都是比较合适的 那所以另外一个概念上看就是 很大的一个BigData 经过Split Partition以后呢 然后做Map的动作 然后Map过来是一对一的 然后Reducer过来呢 就是多 然后Reducer到比较少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Map动作是一对一的 所以Map Accept Input 那Input的都是Key Value的Pale 然后中间产生的这个Map出来的 叫Intermediate的Key ValuePale Map是一对一的动作 然后Reducer呢 它接受这个Intermediate的 中间的这个Key ValuePale 然后Output Output也是Key ValuePale 也是Name ValuePale 那这个就资料结构来看 我们前面那一页没有看到 它的这个资料结构 那这一页呢你就看到 所以这些所谓的Key ValuePale 一开始的还有这个中间的 那它都会有做Read Write的动作 还有做Sort的动作 后面图也会再看到 那这个 那中间从Map到Reduce中间 有一个这个Partition Partition做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看 那 如果就DataFollow来看的话 实物上面 那通常Input Reader 在Map之前是Input Reader 它会把Input切成这个 Split切成这么多 那是不是每个应用都这样切 如果能够切成这样一块一块 那是最好的 我Search的这些资料 或是刚好能够切成一块一块 那是你用Pack切成那么大 那当然是最好 那有